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行家论股,我是黄苏星 归功于保健资源业务带动综合设施管理服务供应商Agenda 首半年净赚6702万令吉,营业额年涨10.37% MIDF投资研究看好保健服务业务未来将继续贡献Agenda的净利表现 主要是特许经营业务的赚服录得改善 管理层有意多元化及重组产业与设施方案的业务组合 纳入更多工业产业包括仓库、工厂、提炼设施等 MIDF投资研究认为凭借专业管理经验及拥有专才可管理这些利基设施 相信有助于赢得更多合约 因此维持2019及2020财年净利预估 预期Agenda本财年下半年的净利将会更为强劲 基于调整各业务赚服预期 MIDF投资研究将目标价上修至三令吉45线 现阶段维持综合投资建议 MIDF投资研究认为凭借业